这是一种神奇的香水 只要把它涂在你爱的人身上 对方就会对你摆一摆顺 但很少有人知道 它是从孕妇身上提取而来的 一旦操作不到 就会产生巨大的伤害 泰国码头 这个僧人正要入境 海关检查了他的包裹 正要放他离开 突然注意到他脖子上的挂饰 让他取下茶看 询问这个东西是什么 在对方说出是石油后 转身递给旁边的女人 想让对方看看 女人伸手想拧开瓶子 被僧人大声制止 可他却并没有停下动 打开一闻 传来一股泥人的芬芳 差点没将隔夜饭吐出来 于是赶忙还给僧人让他离开 可刚走没几步 就被人一闷棍敲晕过去 而对方目标很明确 直接打开包裹抢走了石油 骑着小毛驴猖狂离开 另一边 闻过石油的女警 突然感觉恶心反胃 半夜 躺在床上的她一直做着噩梦 突然一只恶鬼出现在她脚下 当场没了性命 这个女人名叫小兰 是一家公司的悲催小职员 因为过分性感的身材 经常受到公司老板的骚扰 但她也是刚 直接就对了回去 公司还有另一个人也看上了她 那就是四眼 总想和她干点啥 说起来她的经历也是非常惨 父亲去世母亲重病 和叔叔挤在一间200平的小房子里 也不敢轻易离职 这瓶室油兜兜转转 到了四眼的好兄弟手中 现在已经剩下不足三分之一 她告诉四眼 只要涂在心意的人身上 就能让对方喜欢上她 四眼嘴里说着 像我这样的帅脸 哪里需要这个 却还是伸手将她拿走 这天 老板叫小兰和她一起见客户 她虽然不想去 可想到还在病床上的母亲 还是同意下来 到地方却发现是酒店 老板刚想发生点好事 这边四眼就进来了 她顿时不爽 暗示对方赶快走 听懂得四眼也不好再留下 小兰却一把将她拦住 不小心将酒水洒在了老板身上 两人顺势离开 为了感谢四眼的帮忙 小兰提出要请她吃饭 这时四眼想起来适用 但是并不知道怎么使用 于是打电话向兄弟求助 吃完饭 小兰提出要去上厕所 找到机会的四眼跑到前台 要了两杯啤酒 将室友掏了出来 装模作样的准备再看一眼说明书 可是却看不出什么名套 索性打开平台直接往里倒 这个男人和美女约会 趁机往酒里倒着药水 一个不小心居然倒多了 杯子里的水瞬间变得浑浊 可下一秒 原本浑浊的水又变得清澈起来 男人名叫四眼 一直暗恋着同事小兰 他往酒里倒的药水是泰国有名的室友 他将加了料的酒水递给小兰 对方刚喝下一口 发现这个味道很上头 可四眼却端起自己面前的一杯 并没有奇怪的味道 出于礼貌 小兰还是将一整杯酒下毒 回家的路上 看着车上熟睡的小兰 四眼起了歪心思 他将车停在路边 想成绩做点什么 谁知嫌猪手刚伸过去 对方突然醒了过来 被发现的他不死心的还想往上凑 却被无情地赶下车 另一边小兰刚开没多久 突然一阵反胃 紧接着从嘴里缓缓拉出一根头发 而此时 镜子里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吓得他顿时尖叫起来 听见动静的四眼赶忙跑过去 此时小兰眼睛正盯着他 打开门 却发现小兰变得更加妩媚 还邀请他一起上车 就当他正兴起时 眼前突然出现一张黑山老妖的脸 吓得他撒腿就跑 可还是被对方拖住了双腿 过后 小兰似乎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开车回到家 却看见一个 和自己长相一样的女人走进了家中 他以为是自己看花了 第二天出门 他在车上发现了四眼落下的手机 擦干净座位上的血迹 走到公司却发现对方没来上班 这时警察来到公司 他下意识地将手机锁进抽屉 出去外面散心 这时碰到了高中同学小帅 他也忘记了四眼的事情 两人相谈甚欢 临走前 双方还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 等再回到公司 警察已经找上他了 原来是老板记恨着酒店的事情 诬陷四眼挪用公款 昨天他们一起离开 但此时四眼又恰好联系不上 要是他不说出对方动向 就当做帮凶处理 好在这时老板替他解围 谎称两人昨天是一起的 警察虽然觉得是有蹊跷 但还是离开了 过后 老板以押金为由 邀请小兰出去吃饭 却偷偷在他喝的饮料中下了药 这边菜还没吃呢 他就先去洗了个澡 出来后更是直接光着膀子 看到这一幕对方转身就走 可就在这时要进上来 直接昏倒过去 被老板一板抱住 他将对方放到床上 正办着好事 面前的人突然化身黑衫老妖 吓得他衣服也没穿 直接往外跑去 而事情过后的小兰 依旧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他接到了母亲去世的电话 回到家发现房子也即将出售 伤心的他找到小帅 得知对方刚失恋 两个人一拍即合 借着酒精发生了关系 而小兰也隐约发现了自己的不对劲 这个男人因为果奔被关进监狱 可奇怪的是 第二天他就上吊字镜了 下体同样是腐烂不堪 同牢房是一位僧人 他因为贩卖石油被捕入狱 向警方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一切都是因为石油 他是从孕妇身上提取出来的 如果善用 对方将成为你的奴隶 一旦不按规矩乱用石油 后果难以想象 这瓶石油正是他带来的 但是却在路上被人抢走 阴差阳错用在了小兰身上 而他压不住怨灵的怨气 而另一边 经历昨晚的事件 小兰向公司提出了辞职 发现警察再一次上门了 他赶紧从后门溜走 在路上又碰到了 一个长相和自己一样的人 等回到车上刚坐好 一个女鬼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顿时大声尖叫起来 这时车窗响起 一切又归于平静 来到人正是之前的警官 对方向他讲述了石油的故事 只要接触过石油的女人 被碰过的男人非死即疯 之前的四眼和老板都已经死亡 想要化解 就必须解决掉里面的女鬼 但小兰却很疑惑 他昨天还和小帅睡过 但对方并没有事情 刚刚他们还通电话了 警官凑上前说了句 你确定吗 小兰面露沉思 为了确认小帅有没有事 他独自开车来到对方家中 拿起手机给他打电话 发现对方的手机正在桌子上 根本不见人影 于是他朝着屋内走去 看见里面两人玩得正嗨 原来小帅并没有离婚 他们还不要脸地邀请他 三人一起玩 小兰同意了他的请求 于是相同的一幕又发生了 他也很快就领了和饭 这下小兰明白了 原来他体内的恶鬼专门惩治渣男 等再次出门 他已经换上了另外一套衣服 准备离开这个城市 临行前他给警官留下纸条 让他们不要再追查这件事 因为再追查下去也没有意义 而这件事过后 他也对爱情没有了期待 决定和自己体内的女鬼一起 化身正义去惩罚那些渣男 看完这个故事 男孩子们可要当心了 千万不要做渣男 6